下边我们请大家看第四个专题 就是盈有资本管理 这个盈有资本管理 主要是设定到旧成的第十二章 那么盈有资本管理 这个专题相对来讲比较独立 就是和其他专题内容的联系 并不是非常紧密 不是很紧密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专题当中 主要是针对我们旧成第十二章 盈有资本投资 那么在这一章 为了主观题 大家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有关于 易变限率的计算 易变限率的计算 以及三种盈有资本投资策略的判断 易变限率 想一想 盈业高峰时的易变限率 盈业低谷时的易变限率 我们说易变限率 等于什么呢 想一想易变限率等于什么呢 我们说易变限率的分子 分子 就是经营性负责 经营性负责 也就自发性流动负责 或者就经营性流动负责 是吧 我们习惯上称的就是经营性负责 加上什么 经营性流动负责 再加上了长期负责 再加上国度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我们说就试图于是长期资本来源 与长期资产占有的差额 出于什么 出于监业性流动质财 这个方向下边的监业性流动质财 包括什么 包括波动性流动质财 也包括稳定性流动质财 在监业大计的时候呢 没有波动性流动质财 只有稳定性流动质财 在源源高峰时呢 我们说既有稳定性流动财 又有波动性流动质财 所以监业高峰时和监业低谷时 算益变性率的时候呢 分子是一样的 分母不一样 监业高峰时的益变性率 分母变大了 所以监业高峰时的益变性率 肯定是小于监业低谷时的益变性率 我们说益变性率越大 说明的企业经营是越稳健的 风险是越小的 是不是 益变性率越小 顺便企业的风险就越大 所以你要熟悉益源高峰时 益源低谷时的益变性率计算 还有呢 三座益有资本筹值策略的判断 你又怎么来判断 它是属于哪一座益有资本筹值策略 这个我会判断 第二个问题是围柔应收账款 现有政策决策 就是否应该改变应收账款的现有政策 我们说改变不改变 在决策过程当中 用到的决策方法 主要用到的是什么方法 插料分析法 就是我改变现有政策以后呢 增加的收入 与增加的相关账帮费用的求差额 如果增加的税前损益大于零的话 就应当改变 否则的话就不改变 那么关键你是要注意 在这类决策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相关的收入 解除相关的账帮费用 这个相关的账帮费用有哪几项 我们的第一项 是相关的变动消息账帮 解称就要变动账帮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般做题的时候呢 就是我改变现有政策以后呢 增加的收入 解除增加的变动账帮 直接就算出来是增加的边际贡献了 所以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说我没看到增加的变动账帮 其实你算的是增加的边际贡献 那增加的边际贡献怎么来的 增加的边际贡献 不就是我增加的收入 解除增加的边际贡献 也就是简称就增加的边际贡献 直接你就算出来增加的边际贡献 所以给你的感觉好像是没有边际贡献 其实你增加的边际贡献 在背后就导致是有增加的收入 解除增加的边际贡献 然后其他的相关财献贡献 还有什么 第二项就是增加的卸金折扣 第三项是增加的会财 琐事财 第四项就增加的收财费 第五项是增加的应收财款的应激利息 第六项 重获增加的资有之间利息 第七项 增加的应付财款 带来利息的节约 这里特别要注意一下 应收财款应激利息的增加 那个怎么算 那个公司又非常的熟悉 应收财款的应激利息怎么算 我们说就是用人员收入 除以 除以360天 乘一个平均收财期 或者叫平均周转天数 再乘一个变动财献率 再乘一个资本财献 这个重获再有增加利息呢 一般来讲 我们说这个重获呢 如果是自制重获的话 你的工业企业 这个重获往往理解成自制重获 重获增加再有之间利息 简单考虑重获增加 所增加的变动长保 变动长保再有之间利息 如果撒片流通企业 你这个重获都是外购重获 那么外购重获 这个外购重获单价 就建货价格就视同于是个变动长保 你建一建是五十块钱 两建一百块钱 三建一百五十块钱 这个建货价格就视同于是个变动长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重获债务之间利息 是指重获全部进货长保债务之间利息 这个有搞清楚的道理 然后呢就是经济电货批量的决策 我们说其实这三个问题当中 经济电货批量的计算决策应该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我们讲到重获经济电货批量决策当中 讲了几个模型啊 首先是讲到基本模型 然后又讲到三个扩展模型 一个就是设置电货提借机 第二个就是陆续过货陆续领用 第三个是设置保险储备量 那么关于这类问题啊 在考试过程当中 经济考什么考计算 考计算 考什么内容呢 主要是涉及到 比如说企业零部件 零部件 这个零部件的取得方式 你是自治呢 还是外购呢 零部件是自己生产制造呢 还是外购呢 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自治也罢外购也罢 被影响失误 影响的仅仅是承包费用的不同 所以到底选择自治还是选择外购 重点是比较自治和外购的总承包 哪一种发生的总承包 第一我们就选择哪一种方式 那么在自治过程当中 自治过程当中 往往它是结合什么 自治的话 往往是结合 结合陆续购货 陆续购货 陆续购货 陆续联约 就如果我自治的话 也不是说我一次性的把 这个零部件全部给生产出来 而是分期分批的 去组织生产的 就类似于我们所讲的陆续购货 陆续联约一样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自治的话 你自己生产制造的话 你生产粮部件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制造厂宝 或者叫生产厂宝 生产粮部件的厂宝 你直接材料厂宝 直接能够厂宝 制造费用 这不就是相当于 制造厂宝 或者叫生产厂宝 这是不是自治的一部分厂宝 而且你在自治过程当中 你是二周经济电货批量模式 去组织的 或者是使用二周经济生产批量模式 来生产的 这样的话 二周陆续购货 陆续联用模型的话 那你在自治过程当中 是不是设置到 与一个与批量 与批量有关的总厂宝 与批量有关的总厂宝 那么与经济生产批量 有关的总厂宝 加上的与批量无关的 但是也是属于 自治厂宝的生产厂宝 这两部分加起来 这就是自治的做厂宝 而外购的话 外购 我们说外购的话 往往和什么结合 我们说外购的话 往往是和基本模型 基本模型 即保险储备模型结合 和保险储备模型结合 就是说如果你从外部购买的话 我们说你的厂宝首先包括什么 包括取得厂宝 取得厂宝 取得厂宝 当然这里的取得厂宝 主要是指它的购置厂宝 购置厂宝 主要是购置厂宝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所讲重货的美价 你购买重货支付的价格 是不是 这个购买重货支付的价格 这部分呢 我们说 它叫购置厂宝 它和批料没关系 然后呢 我们外购的话 也是按照什么 经济电货批料模式 去组织采购的 是按照什么基本模型 结合什么 我们说结合保险储备量模型 那么你想想 按照基本模型去组织电货的话 那么与批料有关的厂宝 包括别多些电货厂宝 包括别多些储存厂宝 这两下构成了相关 最低总厂宝多少 还有呢 我们说外购的话 有可能由于供养杀的 供换发的延迟交货 有可能造成短缺 所以我考虑额外的设置 这个保险储备量 我们说这就涉及到 你设置不设置保险储备量 设置多高的保险储备量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额外设置 保险储备量的话 那又涉及到一个 与保险储备量有关的一个 总厂宝 因此我们说如果外购的话 外购的总厂宝有几部分 购成的 我们说外购的总厂宝就有三部分 购成的 一个就是购置厂宝 一个就是与经济电购 批量有关的那个最低总厂宝 还有一个是与保险储备量 有关的一个总厂宝 三部分厂宝合计 这就是你的外购的总厂宝 而自治呢 它和陆续过货 陆续流量模型结合的 如果自治的话 这个总厂宝是两部分 一部分就生产制造厂宝 一部分是在陆续过货 陆续流量模型下 与经济生产批量有关的 那个总厂宝 我们说奔着哪下厂宝加起来 就是自治的总厂宝 如果外购的话 按照我刚才的设想 我们说等同于是 三部分厂宝的合计数 这就是它外购的总厂宝 最后呢 这些PK 哪一个 哪一个 连接的取得方式 它总厂宝最低 就选择哪一种方式 所以我认为第十二章呢 这个重复经济电货 批量计算和决策 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一章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这是这个专题 涉及到内容 下面呢 我们请大家看 第21题 这是个综合题 说甲公司呢 是一家一流用品生产企业 生产经营是无季节性的 就意味着生产经营 不从这什么淡季旺季 既然我们说不从这什么旺季 那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呢 不从这什么波动性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全部都是属于 稳定性流动资产 股东使用管理用的 财务报表分析体系 对公司2021年度 业绩建计评价 主要的管理用财务报表 数据如下 首先我们想到 这又甚至到第几章内容 第二章 管理用财务报表分析体系 给大家看 资产负责表项目 2021年2020年 是管理用的一个报表 所以呢给出来 建议一些流动资产 解决一些流动负债 还有建议一些长期负债 还有呢 净建议资产 还有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净负债 那么短期借款 加长期借款 就是我们所讲的 净融负债 对吧 因为它没有净融资产 所以呢 我们说净融负债 就等于净负债 然后又给出 股东权的合计数 利用表的项目 也是管理用的利用表 够给的颜业收入了 够给的税后建议 净利用 税后利息 还有净利用 算已值无风险 报酬率是4% 平均风险股票的 报酬率是12% 2020年 股东要求的必要 报酬率是16% 这马上一看到无风险 报酬率 还有平均风险股票的 报酬率 还有股东要求的必要 报酬率 那自然我们就想到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了 必要报酬率知道了 无风险报酬率知道了 整个股市的平均报酬率知道了 那对付到资宝资产定价模型 你能不能算出这个股东权益的白坦值 白坦值 是一个权益白坦值 能不能算出来 当然可以算出来 说假公司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是25% 为了解化计算 计算相关财务指标 涉及到资产负责表的数据 就是用了年末数 要求 第一 使用管理用的财务分析体系 计算 影响假公司2020年 2021年 权益净利率高低的三个驱动因素 哪三个因素 我们说回到第二章 管理中和成为评价提及当中 核心指标是权益净利率 对吧 权益净利率等于什么 等于净经有资产净利率 加少括号 净经有资产净利率 减去税后利息率 破起来再长一个净财务尬杆 所以根据这个体系呢 我们说延下权益净利率高低的三个驱动因素 一个是净经有资产净利率 一个是税后利息率 一个是净财务尬杆 要求我们算 这个怎么算 我们说 净经有资产净利率 怎么算 就是用税后经有净利率 除以年末的净经有资产 你看一下 刚才这个表格打作 税后经有净利率是不给你了 对吧 还有呢 净经有资产 净经有资产 是不是也给你了 有税后经有建立 除以一个净经有资产 这不就是净经有资产净利率吗 第二个指标什么 税后利息率 税后利息率怎么算呢 就是有税后利息 除以什么 除以年末的净负债 年末净负债给你了 第三个指标 是净财务价格 净财务价格 就是由净负债 除以什么 除以股东权益 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所以我们说 能不能算 我们说可以算 算出来了 说定性分析甲公司 2021年的经营管理业绩和财务业绩 理财业绩 师傅得到提高了 我们说因为权益建立率 是包括两部分 其中前半部分 就净经营资产建立率 那是反映什么 反映经营管理业绩 而后半部分 那个扩号 扩号 净经营资产建立率 减去税后利息率 混起来 成为净财务价格 那个叫什么 那叫价格贡献率 那个价格贡献率 是反映什么 反映理财业绩的 是反映你财务结构 资本结构 你承担财务风险 以后 一个理财业绩的 第二个 计算甲公司 2020年年末 2021年年末的 一变线率 计算的两年的 一变线率 因为我们说 刚才那个题目讲了 生产经营 也是不从这季节先 就不从这什么忘记 换句话算是 四驼于平时和淡季 是一样的 没有忘记 所以他的一变线率 其实就四驼于 算的是淡季的 也有低股市的 一变线率 分析甲公司 2020年 2021年 采用了哪一种 燃油资宝筹资策略 如果燃油资宝筹资策略 发生变化了 将会给公司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属于什么 这属于我们 这一章的内容 就第十二章的内容 第三个 计算 2021年 古多要求的 必要报酬率 需要考虑的资本 结构变化的影响 需要考虑资本 结构变化的影响 计算 2021年 古多要求的 必要报酬率 我们说 一讲到必要报酬率 自然就想到什么 就想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所以你要计算 2021年 古多要求的 必要报酬率 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 2021年的 权益的白塔值 权益的白塔值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权益的白塔值 怎么去求 刚才在已知条件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 确定出它 2020年的权益的白塔值 那么2020年和2021年相比较 我们说 这个资本结构变了 财务结构变了 对吧 那包含有财务风险的 权益白塔值 可能就变了 但是我们说 你能够把2020年的 包含有财务风险的 权益白塔值 你给他 现在财务嘎嘎 转化成 无嘎嘎的资产白塔值 资产白塔值 反而经营风险 反而经营风险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 在经营风险 相同的财务条件下 资产白塔值 具有可比性 你然后把他的资产的白塔值 只按照2021年的 资本结构 给他加在财务嘎嘎嘎 这不就转化成 权益白塔值吗 当有公司以后 就可以算出 他的必要报酬率 所以这个题呢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题目 它涉及到 教材第二扎的内容 又涉及到什么 我们说又涉及到 教材 教材 第五扎 关于权益白塔值 资产白塔值 这个加财 卸财财务尬 这个公式 又涉及到第三扎 所讲到的 资宝资产定价模型 又涉及到我们第十二扎的 易变性率的计算 也要有资宝 从事策略的判断 还有它的特点 所以这个题 我认为 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 下边呢 我们就一起请大家 结合参考答案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影响 权益建立率高低的 三个驱动因素 一个是 净金融资产建立率 一个是税后利息率 一个净财务尬 那么你看一下 2020年的 净金融资产建立率 是百分之13.2 2021年建议金融资产建立率 还是百分之13.2 说明你经营管理业绩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其实试图于背后呢 就假设 2020年和2021年的 经营风险是相同 2020年和2021年 经营风险相同 从风险和报酬对到有的 经营风险相同 所以经营活动给人带来的收益就相同 这个其实也是为我们 下一步的跌跌基础 就背后其实就导致 假设什么 假设2020年和2021年 怎么样 我们说资产的百塔值 它是反而经营风险的 说明2020年和2021年的 资产的百塔值是具有可比性的 试图于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税后利息率发生变化了 经营风杠格发生变化了 经营风杠格从2020年到2021年 经营风杠格是不是提高了 经营风杠格 你看一下2021年的经营风杠格 我们经营风杠格就是 净负责出于股东权一文 那2021年的经营风杠格 看了个表 2021年 净负责是两亿五千万 股东权益是两亿五千万 所以净负责出于股东权益 想到净财物杠格 得一几亿 得一亿 而2020年的净负责是一亿六千万 出于股东权益呢 两亿四千万 所以2020年的净财物杠格 等于多少我们说等于零点六七 那么反应经营管理业绩的指标是净经营资产建立率 与2020年相比较 净经营资产建立率并没有提高 也就是经营管理业绩呢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反应旅程业绩的指标呢 是哪个指标 是杠杠贡献率 杠杠贡献率 那么通过杠杠贡献率呢 可以看出来 2021年的杠杠贡献率 比2020年提高了 杠杠贡献率提高了 所以我们说他的旅程业绩 或者叫财务业绩提高了 这是反应财务风险的一个财务业绩提高了 然后第二个 2020年年末的易变限率 易变限率怎么算呢 我们说就是有 经营线流动负债 经营线流动负债 加上长期负债 再加上股东权益 三项的合金素 是同于是长期资宝来源 然后再解决一个长期资产 长期资宝来源 解决长期资产占用 是同于是长期资宝的一个结余 占你的经营线流动资产 全部资金人员的比例有多大 你经营线流动资产 占用的全部资金人员大多 其中呢 这个长期资宝结余这一块 占多大的比重 带着公司以后呢 刷出的岛屿几岛 岛屿一 那么2020年年末的一变现率 岛屿一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们说这个企业呢 它经营生产经营是没有季节下的 所以方目下边的经营线流动资产 其实就导同于是我们所讲的什么 经营线流动资产 其实就导同于是我们所讲的 就稳定线流动资产 稳定线流动资产 因为它没有忘记 它不存在什么 不有多线流动资产 这个稳定线流动资产 那么你想一想 这个2020年年末的一变现率 岛屿一意味着什么 请你看 就是经营线流动资产 加上长期资产 加上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除以一个稳定线流动资产 等于几样 等于一 你把那个公司变形以后 这岛屿变成了什么样的公司了 请同学们看一下 不就岛屿是 经营性流动资产 经营性流动资产 加上什么 加上长期资产 加上股东权益 加上股东权益 对吧 分子上面的 建议性流动资产 加上长期资产 加上股东权益 先来来看 解去个长期资产 除以一个稳定线 除以一个稳定线流动资产 等于几 等于一 你想一想 你把这个方母 稳定线流动资产呢 给它长到 等于右边 长到等于右边 请你看 这个方式不就导致 变成了 经营性流动资产 加长期资产 加股东权益 解去长期资产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稳定一些流动资产 对吧 你把那个导致主要 别的解去长期资产 给它移到导致有别 不就变成了什么了 变成了经营性流动资产 加上长期负债 加上股东权益 等于什么 不就等于 稳定线流动资产 加上长期资产吗 这不就是我们所讲的 两个等式吗 三种有有资本 从此策略当中 我们说强调两个等式 长期资本来源 等于长期资产占用 短期资金来源 就等于短期资产占用 就是说零食性流动负债 带来的资金来源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拨多小流动资产 占用的资金 不就是两个等式吗 只不过我们说 这个企业是不从这些 挖地的 所以呢 不从这些 拨多性流动资产 也不从这些 零食性流动负债 所以长期资本来源 等于长期资产占用 是两个平衡公司 等式 这是什么 要有资本筹资策略 我们说 这是我们所讲的 就是失踪型策略 对吧 失踪型策略 因为只有这 失踪型策略之下呢 我们说长期资本来源 和长期资产占用 广义的长期资产占用 我们说是平衡的 这就是失踪型策略 而2021年 易变性率 当然可以算出来 还是偷有的公司 算出来易变性率 等于6.67 那很明显 我们说2021年的易变性率 是不是价低了 2020年 是失踪型 也有资本策略 而2021年易变性率小了 我们说易变性率 价低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企业的 财务风险增加了 风险增加了 那说明你是什么策略 当然是属于 激进性策略 激进性策略 所以我们参考达尔大多 给大家分析了 为什么 就是告诉我 熟悉把写的说 为什么 这个2020年末的 易变性率 等于一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 失踪型策略 为什么 其实我这里讲的 就是啰嗦一点 我让大家看清楚 为什么是失踪型策略 其实你通过 刚才的手写分析 一看 悠悠之本 它的策略 在没有 建原冒进的时候 它的易变性率等于一的话 那它一定就是失踪型策略 而2021年的易变性率 既然小语一 小语一 那一定就意味着 它是一个什么策略 是个极界型策略 同样我在这个参考 大家当中 也是给你分析一下 为什么 假公司成为了 是极界型策略 为什么 也是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说 根据刚才的介绍 你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易变性率变小了 说明风险增加了 易变性率等于 易变性策略 那如果是小语一的话 那一定是 我们是极界型策略 如果易变性率 小语一 如果大语一的话 那就意味着 是个保守线策略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2021年策略 是极界型策略 那么你想 这个 要有资报策制策略 三座策制策略的特点 我们都给大家讲过 你比如说 作为极界型策略的话 就是从资产负责 为右半部分的角度来讲 就意味着 在资金人员结构当中 这个短期金融负责 短期金融负责 也叫做临时金融负责 我们说在资本人员当中 它占的比重就变大了 占的比重大了 所以这部分资本 是个短期资金人员 它的财保低啊 它的财保是低于长期负责 和股东权益的 所以呢 在极界型策略之下 由于短期金融负责 占的比重大 因此我们说 这种策制策略的 资本财保低 但是呢 我们是财务风险增加了 增加了 另外一个方面呢 把一部分呢 通过零时线流动负责 也就短期金融负责 至于第三位呢 我们说首先是计算出2020年的 权益的白塔值 算出来多少 我们是算出来是1.5 1.5 然后给它卸责财物杠杆 卸财物杠杆 转化成资产的白塔值 就转化成无杠杆的白塔值 无杠杆的白塔值 那2020年资本结构当中 一定要注意 这个杠杆指的是谁啊 管理又成无目标当中 这个杠杆指的是 净负责除股东权益 净负责16000万 除股东权益24000万 现在成无杠杆以后 算出无杠杆的资产白塔值 是得意义的 那么我们讲了 2020年的资产白塔值 和2021年的资产白塔值 是一样的 因为资产白塔值 反映的是净有风险 净有风险 净有风险 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2020年的资产白塔值 就似同于2021年的资产白塔值 所以2021年的权益白塔值呢 就是把高层的资产白塔值 给它加在财物杠杆 2021年 它的净财物杠杆 就净负责出国多权益 加在财物杠杆算出1.75 然后把权益白塔值 再带入到资宝资产定价模型 就计算出了2021年 国多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了 这是这个题 它的一个解题的思路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题目 值得推荐大家 要认真思考 这是这个题的解题思路 这个关于这个专题的 有关的题目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课 接着跟同学们继续分享这些题目 今天课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同学们